因為周玉寇小姐她大我九歲 我今年六十一歲 她已經七十歲了 我不是強調年齡 我是強調一個七十歲的人 走過台灣的歷史 知道當年發生的事情 一個知道真相的人 看著新聞做假新聞 這樣子的媒體人是羞辱媒體人 我覺得媒體的第四圈在台灣 我們需要捍衛著 每一個百姓跟我一樣都是無辜的 最近看到新聞就是 MeToo最大的受害者 我覺得我去年被他們講到 MeToo是關房間兩個人 我是被他們丟到床上 跟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在那裡滾床單 我覺得這是另類的性霸凌 而且侵害我的人權 太惡劣了 我非常感謝台灣優秀的檢察官 經過十個月來 幫我查水落石出 沒有精華這個偽證人 什麼滾床單 人家精華就說沒這個人 找到的人也說沒有這回事 是周玉寇小姐自己說的 那在我們提出聲明抗議的時候 他為了收視率做了十天的報導 連續的連續劇 我提出抗議的時候 蔡玉珍還說我華航作弊 考進空華華航是需要升高 升月要拿行李 我169公分168公分 外文大專都可以 還代表中華民國 到國際小姐1988年 都贏到國際小姐第二名 這樣子的一個女生 還需要作弊去考一個空服員嗎 我們當初空服員是為了薪水養家 付貸款 我不是去玩的 然後這樣子作弊 然後說我不背華姓 我離職的時候是1998年 華信航空是兩年之後才成立 我怎麼去上一個我不存在的班呢 所以在媒體上這樣子連播十天 民視電視台 你們賺錢真的覺得心安嗎 收錢真的這麼重要嗎 收視率真的這麼重要嗎 MeToo光是一個人 人家就痛不欲生 你是對著全球華人網路 媒體公告這樣子播放 而且是集體的霸凌 我們回去看錄影帶 你們可以仔細看 你知道嗎 現場的來賓有吳思瑤立委 有陳東豪有張國成 我覺得你們這些學者專家 都欠我一個道歉 這樣子霸凌一個人 我周圍所有的同學朋友華人 都到美學山山部幫我加油 如果人間有溫暖 我只能跟你說 住在我右手邊的王洪威委員 我那時候真的不認識他 他救我的時候 他都沒有問說 蘇娟你是藍色綠色還是白色 我要不要救你 他只是說霸凌 台灣不能忍受這種事情 我們為什麼要一直忍受被霸凌呢 我住在自己的國家 我真的沒有住在烏克蘭 大家可以這樣子攻擊一個人 而且這樣子寫 整個網軍 我為什麼今天帶資料來 你知道網軍讓我多痛苦嗎 他們把照片整個剪接下來 你看我去檢察庭的時候 檢察官問我說 你什麼時候跟張先生合照 對不對 然後這個安彼得先生抓不到 這個網軍都抓不到 報警察都跟我說 不能查網址 這是個人隱私 你把我的臉挖下來 貼了說我們合照 然後這個是我去Google 人家張校園夫妻他們真正的合照 他把我化妝品的照片的頭挖過去這樣子照 然後網軍在那個周小姐的那個臉書上 這種網軍側翼 說我在教書的時候 一當選就結婚就離婚 就跟張先生地下情到現在 我們網軍整個抓不到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未來一定要修法 當然就請委員們幫忙 就是說我們講這些都是有公正的 就是請公正人幫我公正 我不是自己編的 但是你們這樣子攻擊我們 這麼惡劣我又不選舉 我根本就不參政 平常也搞不清楚政治是什麼 需要這樣子對付一個民間的小老百姓嗎 我覺得不管是哪一個執政黨 未來我們都呼籲當選的總統 請你們修法 以後上網軍的人 他們要有實質的實名制 你知道我們年輕人被霸凌 沒有像我這麼勇敢的 他可能就自殺 在我這個案子到現在 已經死了一個人 大家應該都記得 黃毅教先生都跳樓了 我那時候在醫院做精神治療的時候 宏偉委員打電話問我好不好 我說我快不行了 快要走掉了 因為很難受啊 人被人家這樣講 這樣糟蹋 我的父母親在真的情何以堪 我今天堂堂正正 帶著中華民國國旗出去比賽 我沒有比打羽毛球的國手輸 我是很認真的 而且我這麼認真用35年 認真上班工作30年 現在開始畫畫 我沒有一天對不起中華民國 我覺得這樣子的不良的媒體人 我不懂 寶島新生廣播電台的那個老闆 他叫什麼 簡 我看一下他名字 好像是 就是 我覺得這個台灣的不良媒體人 其實那個賴靖賢女士 我覺得你為什麼還要用周一寇這樣的不良媒體人 民視都把他開除了 我們為什麼需要這樣亂七八糟的新聞 讓所有的專業都被不尊重的 不管他拿到多少錢 不管他吃喝玩樂多開心 你知道人家是很痛苦的活著 所以我希望台灣的司法跟爭議請你們加油 我謝謝檢察官 這不眠不休來這樣子的查案 然後我今天很高興 這是我10個月來聽到唯一的曙光 我在地獄裡面已經過了10個月 我已經受不了之後去硬刻畫青花 畫我都不懂得瓷器 我不做別的事情 我就怕我去動手打人罵人 但是在這個文明的社會 我們這麼愛的台灣 我希望我們的善良風氣 在我們每個百姓心中 因為我這麼認真 我沒有對不起中華民國 然後我愛你們 然後我也謝謝每一個到我美學散散步 幫我加油打氣的陌生人華人 周一科小姐 蔡玉珍小姐 你們在全部華人的世界播放假新聞 我沒有辦法跟你直球對決 因為你打的是假球 我覺得做假新聞的人 應該被逐出媒體 不要永不入用 不然我們怎麼能夠相信媒體呢 所以我覺得我呼籲保島先生的負責人 賴靖賢女士 我覺得你應該不要再用這樣子的媒體人 讓我們台灣的媒體乾淨一點 你們選誰我們都沒有意見 我們就是中間選民 我愛藍色 我也愛綠色 我更愛白色 我就是台灣人 我是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小姐 請你們尊重自己的中國小姐 然後我們這麼努力的做好每一件事情 那我今天謝謝媒體朋友們 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然後給我一個聲明稿發表的機會 我也希望未來的司法 能夠看完我的權利 我被人家丟到床上去滾床單 我沒有去這叫另類的性霸凌 更惡劣 兩個女生可以這樣七嘴八舌 三姑六婆 我們為什麼需要三姑六婆的媒體人呢 我覺得 這個是我當過老師覺得很痛心的 我們寧可去好好畫畫 寧可好好教育下一代 如果我們給下一代都是假新聞 周一貴小姐 那你欺騙了大眾 你要不要跟大家道歉呢 每天到處在臉書罵別人 你自己就是一個假新聞的製造者 我覺得你應該封麥克風 退出媒體 尊重台灣人 不要再做這麼丟臉的事情了 我今天謝謝所有的媒體們 給我一個機會 然後讓我自己能夠 生土我這十個月來 我吃了太多的藥 我覺得很難受 因為都不能睡嘛 然後我謝謝洪威 他能夠在我們沒有人管的時候就出手 然後也謝謝我的律師 然後他們陪同我 這樣子一直堅持著 然後我們面對的都是幽靈的證人 不存在的精華的鬼 不存在華航的座廠長 我的同學我的座廠長都活著 所以請不要再用假新聞 攻擊一個正常人 把我們正常人變成瘋子 這個是台灣社會 蔡英文總統賴清德 或任何選的人 都請你們尊重愛惜我們台灣的人民 這才是一個執政者該有的風範 謝謝大家 我愛你們 也謝謝美學三三部的朋友們 幫我加油 感謝你們 謝謝